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我是主持人蒋洋洋 那我现在就位于纽约的时代广场,身后就是纳斯达克的market site 那所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都需要在这个地方上市敲钟 那我今天来就是来带大家看一下和风这一家华人企业是如何成功上市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创建于1997年美国和风集团为美国华人和亚洲餐馆提供便利的配送服务 我们向客户供应新鲜、肉类、海鲜、水果、干货等 今天我们的配送网络已覆盖到美国的东南部 成为美国亚洲餐馆的龙头配送服务商 由福建华裔尼周敏夫妇在1997年创办的和风集团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如今已经成为美国东南部主要的食品配送服务商之一 为全美超过3200多家亚洲及中国餐馆提供配送服务 公司拥有约400名员工 在北卡、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都设有配送中心 美国和风集团控股公司9月5日上午 在纳斯达克庆祝与上市公司大西洋社购公司合并 新公司以HFFG为代码正式在纳斯达克交易 这也是纳斯达克挂牌的首个亚洲食品配送服务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Bob McCurney 我是美国资本市场的负责人 我也是纳斯达克亚洲区的主席 所以我想作为我这个身份 我想要让在国内的公司能在美国有更好的发展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 庆祝HFF Group、Foods Group的 在纳斯达克上面的这个 值得注意的是 和风集团此次上市是通过特别上市并购基金SPAC 这种形式也被称为空白支票公司 这次合并的大西洋收购公司 就是一家空白支票公司 也就是美国证券市场上 专门用于并购或重组业务的资金池 合并后 和风的原有股东获得换股 月占未发行普通股的88.5% 每股价值10美元 相当于对新公司给予1.997亿美元的估值 纳斯达克高级副总裁Bob McCoy出席庆祝仪式 并向尼周敏授予了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官方证书 尼周敏在现场也表示 作为一家纳斯达克上市的敏级移民企业 深感荣幸 会议结束之后 和风集团董事长尼周敏在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幕下接受了我们的访问 现在都在筹备 基本上我们美国是慢慢可能是会成美国这个发展 我们的公司现在有100多部汽车 然后在东南部以北卡为中心 然后分布了这个十几个州 大部分是以餐厅的这个食品配送的食材 我们现在在巧克力也在纽约发展